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登场最新消息 跨境麻辣胖,阿米先来看 我们今天就开始为你去读我这三个微信的朋友圈 我们会在每天在朋友圈里挑一个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回复 甚至一些互动跟大家讲讲 那今天我看的最有趣的是 应该算是虚应的新年招商计划的 包括所谓的虚应新年招商计划 优先考虑珠三角的供应商 包括它的FOB供应商 ODM供应商跟二次供应商 三个类型的商家 那我看了半天 那无论它是FOB的 就是传统的这种接单抽出口的 还是ODM的 这种所谓的零散的小订单的 还是说这种二次元 二次供应的 就是包括什么洗水 染色印花 绣花 烫涂等等 那包括它看到它整一个的产品 从这个提供的内幕呢 就几乎涵盖了全部的这个服装品类 那我们看了这个以后就特别特别有趣了 这个虚应还特别提到说 对于工厂的地质管理能力生产模式 跟这个规模提出很详细的需求 那如果是对传统的这种 国内零售的这种服装的供应商 还是说出口的 针对传统海外的这种工商 有没有发现虚应干事情越来越属性 越来越像我们实际前去做Po 做Sourcing的时候去干事情 那有人就说了 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跨境出口电商 就越来越不像跨境出口电商了 我倒是这么认为的 为什么要把跨境地质作为自己固执在里面 其实跨境地质本质上就是一个全球零售的一点 虚应今天干这事情 无论是FOB ODM还是二次工艺的 它本质上就是要把它自己做重 做重的目标是要把它做轻 那我们也当然之前分析过了 虚应一定会变成一个平台加自营的模式 那这个他做这个事情无可扣分 那对于我们一些做服装类的卖家来说 是不是也要去做这样类似的事情 是你的一些渗透能力 在某一些品类的渗透能力 就应该渗透到这个 从FOB ODM到二次工艺的工厂里面 好 每天为你读一个朋友圈 今天我们先在这 我们下试就解决了 我们下试就能读一个